- 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 9月8號,拱北海關所屬的橫琴海關 就在橫琴那邊的客車入境通道 就查到一單兩地牌,就收埋了180部手機 就準備走私入去內地的案件 去到當日下午3點,香港籍司機陳某 就開著一架粵澳兩地牌的客車由橫琴口岸入境 這車接受海關檢查時,圖像顯示有異常 但車的外觀就沒有明顯拆卸改裝的痕跡 現場的官員就發現這司機情緒變得很緊張 就判斷這架車是有重大的走私嫌疑,跟著又繼續開展查驗 跟著經過對這架車的嫌疑部分進行一個拆射 最終在這架車的左前輪翼板空間入面 就找到手機180部,現在這單案就做進一步偵查 海關就說到這架車的拆裝部分是經過一個很嚴密的組裝 肉眼很難發現到問題,橫琴海關堅持 都說逢而必查一查到底,就說會全力打擊這些水客走私活動 今年以來橫琴口岸也查到很多單兩地牌的客車改裝 去收買這些物品入境的案件 其實橫琴海關那邊平時應該就沒有拱北海關 那麼多兩地牌車出入的了,如果你走那邊的話 基本上你沒什麼車出入就很容易被人查到的了 再加上人家又找到你的車友可疑,再加上那個司機 亦都是神情緊張,所以就這樣就出事了 其實除了這一單之外,還有個影片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影片就見到有人就在拱北關口地下商場 那個拿車的地方就被人收了些貨物 那麼他到底是收了些什麼呢? 根據知情人士的透露,他說通常這些水客 有時候就不會去一個指定的收貨點 就會是這樣直接一袋袋地踢上車,然後一車車走 那麼剛巧這一架車就是被人抓到那種車來的 而又剛巧得那麼好彩,被我這個朋友拍到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看了 所以說現在這些水客的叫做手法 就真是層出不窮的 雖然這個手法就不是什麼新手法 是一路都有的,但是剛巧拍到 都是幾難得的,就叫給大家看一看 好啦,我們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 大家有什麼想說,下面留言 那我們下集再見,拜拜!